2019年威尼斯雙年展 受邀的最年輕藝術家 創作才子蔣榮宗 他在今天陪同父親知名音樂人 蔣三省出席了 音樂著作權協會活動 而蔣榮宗他在音樂創作的道路上 從不涉現 也受到了大批國外媒體的關注 這一次蔣榮宗難得回到台灣 也透露了跟國際團隊合作的作品 西遊記動畫配樂 將會進軍法國動畫影展 也再一次刷新個人音樂成就 拿著榮譽獎狀細心解說背後含義 知名音樂製作人蔣三省 帶著兒子蔣榮宗一同出席 音樂製作成協會活動 要盡最大的心力將對音樂的堅持 傳承給青年藝術家 也帶著這份熱情走向國際 起初我們都是有流行音樂的製作 那這次榮宗這次的一些電影配樂 或者是電視劇配樂 我想多方面音樂是多元的 而且音樂元素我想應該是多方面 是有跨界跟流行一些融合在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帶領公司從流行樂領域 跨足電視電影配樂 音樂材質蔣榮宗在創作上多方嘗試 將藝術以全然不同的姿態 展現在世人眼前 充滿異國情料的氛圍 卻沒有過分強烈的主旋律 卻讓人感覺輕鬆而朝氣蓬勃 蔣榮宗結合對周遭建築的觀察 創作101站站體音樂 讓捷運站氣氛瞬間升級 宛如踏入古城般那樣浩蕩 卻有多元的感受 利用傳統西方樂器的配契法 融入五階東方色彩 蔣榮宗透過對30位藝術家 創作作品的觀察 融合威尼斯雙年展展區的空間設計 創作交響樂章 其博物館 一直讓世界看見台灣 也開啟更多合作機會 然後這次的特別在於 西遊記它在這個動畫裡面 很多都是東西方結合的元素 所以在音樂上面的設計 也有很多都是 東西方樂器的一些碰撞 所以像是很多我使用了 象徵金木水火土五行 我所設定的一些音樂的樂器的特徵 然後去符合動畫 跟這個故事的一個呼應 充分發揮自己擅長的東西方 曲調結合 配合動畫角色的特性 和故事劇情進展 調整配契方式 蔣榮宗與國際團隊共同合作 發揮巧思 成功讓作品 進軍法國動畫影展 也受到大批國外媒體關注 蔣榮宗還透露 對創作從來不設限 接下來還想嘗試創作遊戲配樂 不只開創新的跨界合作 也進一步拓展自己的藝術界線 臺北採訪報導 做成功 反正 illah 等 露